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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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來到講這個Borg Game的時候 今天就是講這個 Star Wars Outer Rim 我們就玩了這個 Solo Mode 想知道 看遊戲的流程 那個Play Through 可以看上去的影片 玩完這個 講一下感受 你可以先講一下 你現在 第一次玩這個遊戲 我的感受是 其實挺運氣 認真 運氣很高 因為它摘色加掀牌 運氣很高 還有掀牌 雖然它有些東西 也有些東西提供你的 例如星球是做些什麼 ARCAPOLA 3 沒有情況 我也看不到那些什麼 那些工作的 它會說 你要測試一些 是啊,它已經告訴你了 其實是沒有 做得衰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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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什麼都做了 因為一開始 我感覺我的遊戲就是 我先說 不好 不好 就是 運氣比較高 一開始 你起始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會這樣 什麼工具都沒有 什麼裝備都沒有 那艘船是最廢的 那艘船 人又沒有資格 船又沒有資格 又沒有工具 只是靠自己人的技 這樣呢 譬如我的技 我已經很好 有三小技 有三個特質 那你叫做好一點 如果不然的話 其實起頭會比較辛苦 但是當你開始買到東西 因為這個遊戲 去買東西其實不算難的 不是貴的 不難的 但是因為你買東西做東西 是很受限地區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一開始就起到難 但是當你買到東西 就會很快就變回 可以 即如果你玩 即你不要亂玩 所以起始的位置 很灰 玩到很灰 真的 真的很灰 真的很灰 我打算 因為我不斷接作 因為我本身不是戰鬥人 我打算是 接作運貨 但是接作運貨 其實接作 就很常要做一個測試 而我沒有酷 就很難做的 但是你很努力找就找不到 是的 我很努力找酷 所以最後 幸好就轉了戰鬥 但是你也找到了 我做完才找到 不過順便而已 我轉了戰鬥那邊的玩法 才反而贏到 反而那個玩法 尤其是對電腦 反而可能和人都是這樣的 我轉鬥 就令到外面的巡邏機 升級了之後 他圍偶死 圍偶死 圍偶死 圍偶死了電腦 搞了佛槍 差很遠 反而這樣就贏了 然後那個不好處 就是起頭有點辛苦 但是好處 我講一下 好處其實都幾多 就是我開始 就是玩遊戲之前 聽你講 還有我玩的時候 都覺得 他的故事是不錯的 故意性是不錯的 就是他有一點故事 還有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你作的 譬如我做工作的時候 你玩做工作的時候 他有些故事 你講的 是你純作 還是他真的寫了 他真的寫著的 他真的寫著的 全部都寫著的 不用自己作的 那不錯 就是他的工作 我喜歡他的位置 他除了故事之外 他的工作是分幾個步驟的 那每個步驟都有個故事 我以為你作的 不是 有一句仔 然後就測試 哦 就是你真的跟著他讀的 跟著他讀的 這個我欣賞 是欣賞的 那我就覺得他那個 雖然我 習得很壞 失敗 但你有感受到那個畫面 但是真的有畫面 他真的有 還有沒有畫面 他作回一個故事 這樣給你就 不用自己想 而這個故事也是 真的對 那你做的 譬如你要偷東西 你就會遇到不同的東西 妨礙你偷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優點 那第二個優點 就是我覺得 他的東西是挺漂亮的 是不錯的 譬如你的球 配一球是Double Layer 是 基本要求 現在來說 現在來說 但是這隻是舊遊戲 19年的遊戲 那你看到Double Layer 那你很漂亮 那他的畫面也很漂亮 那他的畫面也很漂亮 譬如船有很多架 那船有不同的技 那船員有很多樣子 有很多名字 那樣 不同的特質 不同的技 那我覺得是 幾美觀 這遊戲 還有 就是簡單 就是你美觀 有故事 還有巫師的玩法很簡單 嗯 所以我覺得欣賞這三個點 是 那你又怎樣看呢 那我就玩這個遊戲 我想五六次 是 就是 正常 多人玩呢 就玩過三次 是 是 solo 就應該玩過三次 對 連你這次 是 就是我不一定玩 是 人多玩的時候 就是遊戲的最好玩的 是 雖然遊戲可以四個人玩 最多 但是最佳最佳人數是三個人 那因為呢 就有些人 然後當時是合理 因為四個人的當時很嚴重 剛才如果你有留意 Daniel想 其實都想得多久 是 那你想一下 嘗試一下他想的時間 成四 這件事就很大件事 嗯 真的會錯 因為你是完全不需要管別人做什麼 是 你等他做完之後 到你 到我了 那我看看周圍 那我就去這裏了 那這個就是個下跌問題 所以就 不過我想這類冒險遊戲 就是這樣的 就是Fall Out其實跟它差不多 是 人多會出事 那這類遊戲 就是什麼呢 那其實那個Root 你知道在哪裡 這類遊戲的Root 就是個根源就是來自Talisman的玩法 是 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 Talisman你知道什麼遊戲嗎 哪個遊戲 Talisman有一些遊戲 雜式的 然後你可以選擇 左邊或者右邊 嗯 然後就一至六 走一至六步 然後去到那裏就 就是resolve 一些東西 噢 不知道 外面有一層 然後中間有一層 最裡面有一層 那你就要外面走到一個層 然後就可以 推開個大門 去下一層 然後就去終點的地方 嗯 Claim個Crown 然後就是Racing Game 即這些Racing冒險 Game 就是FFG的名作來的 那這個就是嘗試去簡化它 嗯 但問題是簡化了 它就加故事啦 但問題是down time 就嚴重了 嗯 所以問題是down time 嗯 還有就是重玩性 就有些差的 嗯 那因為呢 這些那些Encounter的卡 那一張 就是你永遠見這個人 的Encounter 就是永遠都是那一張 嗯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呢 它的卡不多 八張 但其實你幾乎都沒有用過 是 那人可能都是用一兩張 是 其實重玩性最差就是這一塊 還有這個 課 那來來去都是這些的 那Drop 都是啦 那譬如他們偷那顆寶石 那我想說呢 那顆寶石我已經偷了四五次 都是做那些事情 是嗎 那當然不同人偷那個畫面 那卡不夠多 不是 它都是那張寶石那張卡 就是一定是那一張 然後你 那一張卡都是 那一張卡都有這麼大一張的 不過不是 都不是很多 所以我說那個問題就是 那卡很少 就是很少張 好笑而已 所以就很多人想要expansion 它有些都不是job來的 有些人 其實它加那些卡就好很多了 它加多一卡 不知道加不加了 那Anyway 那就是重玩性可能會有點弱 那人都叫夠的 有八個人 那樣 那好處呢 那Daniel基本上都說了 因為它很簡單 其實這遊戲都很簡單 是 簡單 它玩到FFG的精髓機制 但是它就很容易學 很容易理解 是啊 很容易理解 就是所有的都寫在那裡 還有壞處就是 那些字很小 是啊 那些字很小 很辛苦 在那裡 要拿著 哇 所以四個人坐 變成有些人會背著卡 就更辛苦 哇 三個人就 所以就拿起去看 那就很快 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最欣賞的遊戲 就是你比較自由 sandbox 就是譬如 Daniel打算 一開始你是做job 做了不對勁 你可以馬上轉 都不會讓你輸 可能會讓你更好 是 然後你換個漂亮的船就可以了 那你可能前期就 為了你儲錢 就是為了這艘船 其實整個遊戲就是玩了一個故事出來 看這遊戲的故事沒有Fallout那麼多 是 你看那些故事很短 是 說兩三句就很短 反而Fallout 騙了一堆 是 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就玩了一個故事出來 你就想像到 你是Lando 最初就靠賣貨 來賺錢 賺錢 之後就有錢了 就開始接job 因為你開始有裝備 然後你夠錢的時候 發覺做job做不行 我發覺 好像都是打人好一點 我就換個勁 戰鬥算 這個就是你Daniel 玩這個角色的故事 沒錯 而且也挺好的 每個角色都有個人目標 所以你的目標比較清晰 就是 你是不會沒有工作 你一定有工作 對 只要你做什麼是有效一點 然後講到電腦 那電腦呢 我不好意思我玩錯了一點 那個移動那裡 弱了 但是那個電腦 說真的 真的偏弱的 我覺得 就是耳機之前玩的 對 我沒輸過 首先 多數都是贏 去到8分 他開始就慢了 他頭5分很害怕 他很快 他怎麼這麼快 但後面的5分就慢 突然間 超慢 每次都是贏1、2分 所以他有說 你想難一點 就電腦加到1、2分 但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其實那個電腦 純粹是陪你玩而已 因為你完全獨自 沒有那個目標 迫你 那你慢慢玩就沒有意思 所以電腦的用意 其實是讓你試遊戲而已 但他又很有心 因為其實這種AI 都比較複雜的 那你學這個AI 要花一點點心機 是嗎?我看到你好像很容易 那我就錯了 我有錯了 我要看一堆Rules 其實他都有兩版Rules 去講AI要做什麼 那我也要花一點時間 那很容易錯 因為他不同人 就是他太像一個玩家 那你問我連刀和他 那連刀就會 那當然 沒有那麼容易錯 我覺得 這個就是容易錯 因為他都多事做 他都多字 但是都叫做 怎麼說呢 19年開始 Solo Game 就叫做 盛行 那他就給了一個Solo Mode 你玩一下 而不是跑分 所以他不是說 你幾分就贏了 或者是限你Turne數 限你20Turne你贏 那你記住 那你就不要玩了 那所以也好一點的 就是要有個人跟你互動一下 譬如剛才我玩的那場 也有個Sepret 是會關事的 不是弄那麼簡單 我拖一分 但是你應該想像到 就是人多就會好玩 是啊 我就是想說 我想問你 就是我沒有玩過 多人玩法 但是我這樣玩 就覺得好像多人玩 會好玩很多 好玩很多 因為浮動很多 就是譬如我 就算我見到電腦PK 我都很開心 那我見到人PK 就很開心 很興奮 就是我就算 我覺得最重要 譬如這遊戲 譬如我最後 我輸了 譬如我剛才那局輸了 但我見到電腦PK過 我開心那一刻 那我也夠了 那是嗎 看人慘 但是 如果Solo 就難 就難一點 開心一點 電腦PK就沒有關係 所以 那還有 互動 雖然你見到這遊戲簡單 還有譬如想說 大家做的事 其實不是很關事 在這遊戲來說 但是也有個位置 讓你選擇去互動 是 你看到那個Player在哪裏 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過去 有些東西 遊戲有些元素 可能跟他一起做 你可以trade 其實你可以trade 有些東西 可能是一個交易 對 可以trade 也行 例如我看你很想要的 不如我給trade 可以啊 你靠你的口 真的就像Star Wars 所以你靠你的口 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他就沒有去到 可以打玩家 你知不知道 你就是跟電腦玩 才沒有這個交易 其實可以打玩家 有打玩家 很少的 有些是甚麼 不知道是甚麼 Fight Player 就可以打玩家 但是真正那個最強的活動 是什麼呢 你就是要收這些人 是啊 這裡有機會 是你的契機 是你的那些人 我就可以追著你的船 去殺你那個人 哦 這個就真的很高 好玩 但是電腦就不會 玩契機 所以你就感受不到 就是契機 就是因為他人跟了我 所以就變成那個 所以殺這個人 他就知道在哪 他不用到處找 所以就追你的船 跟你的船長 就要殺他 那你殺他很有趣 你可以選擇 你保護他 他就變成跟你打 你不保護他 他就跟他打 哦 原來是這樣的 那這些就沒得打 那剛才有些有得打的 在這裡 但是看不下去戰鬥力 不是啊 這些沒得打的 哦 因為沒有班柱 這些就有得打 哦 就是這些 這些 這些有得打 這些有得掃 所以就是有些是有得打的 哦 所以就是有些是有得打的 是 那就是 這個活動威會強很多 我要強強 這個 那如果你玩契機 通常他還有呢 他是 八個角色裡面有 四個有玩契機 所以他就盡量加多些 玩契機的機會 嗯 至少如果你三人遊戲 有一個人玩契機 那個人都要到處打 那就 大家就緊張很多了 嗯 我試過呢 我女朋友玩Han Solo 是 他就免費拿了Chewie回來 是 然後我就追著他來打 我殺了Chewie 然後生氣了 哈哈 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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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是會發生這些事 然後你會想像得到 哦 好正啊 這樣 好壞 好壞 那這類遊戲呢 你知道就是 太空冒險入門 是 我忘了你之前跟你說 有個 遊戲叫做 Sire 哦 我聽了 Sire就是他的升級 Sire都很像他的 也是沙盒的模擬 是的 而且頭五分是很辛苦的 就是你是 超快的東西 然後你就做什麼都好像做不到 當你一踏入某一個點 你開始有夠裝備 你就會順很多 那這個遊戲就完全模擬到這件事 那Sire玩六個小時 那這個遊戲就玩三個小時 你明白嗎 但是當然Sire就 複雜很多 Wolf多很多 所以就 這個 入門一點 就是你Sire你普通人玩不到的 那這個你跟普通人 就是玩大富翁等級的人 我覺得都應該玩 是的 沒錯 所以你當是一個 Star Wars大富翁 可以的 可以 可以取得 大概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評分 是評分 那我就 我只是幫了Solo Mode評分 那我Solo Mode呢 我的評分是會去到 6點5分的 是的 差不多 Solo是普通的 6點5分 是的 那我是 都很值得玩的 不錯 還有都比較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想和一班人 開心心玩 是很值得試的 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很開心的 還有很簡單 那本事 是 很容易上手 那玩過一次 我相信 就可以輕鬆教導 所以 就可以推薦給大家 但是 正如剛才說 因為 那個重玩度 不是太高 因為卡太少了 嗯 還有那個 運氣程度 都是少許高 如果介意的朋友 可能就要留意 嗯 所以就去到6點5分 就是這樣 好 那我Solo 我會評它 我想 我想5點5分 5分 Solo是比較弱的 是 因為電腦太差了 是 雖然我玩錯 我玩得對 也是差不多 是 但是如果真的厲害 它只不過是分數上 比你快 那你又不覺得是因為 因為你 就是你會覺得 你是電腦這麼巧抽的卡 抽得好 所以那個電腦才這麼厲害 而不是你做錯了些什麼 對 沒錯 我也有這個感覺 所以那個電腦 真的用來給你試遊戲 嗯 但是 方便我們拍這個也OK 我和你一起玩 會很久 那我就覺得 打電腦比較好 還有我看 就是我看Solo Mode 就是我玩Solo Mode 為什麼我會給6點5分 就是相對 會給你高 因為我玩Solo Mode 目的就是都是試遊戲 所以為什麼 我會覺得6點5分 因為它是試遊戲 試遊戲 那你等我等很久 你會試遊戲 因為我經常會想試遊戲 想知道你的遊戲說什麼 可以看到那個故事 不 我覺得你至少玩到自己的故事 是的 這個東西一定做到的了 差了遊戲活動才比較弱 對 但是就正如你所說 就是 你不會不停玩Solo Mode 不會的 就是試完一次就不會 我也不會玩幾次 對 那正常多人的話 我會給7分 因為它的重玩性比較低 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Fall 可以玩同一個狀況 多玩幾次 這個還沒有狀況 是的 所以 重玩性會比Fall 更低 那感覺 可以有機會試Fall 的時候你就明白了 然後 Encounter 那個寶石我真的偷了很多次 那真的證明 證明 是重玩性是有點問題的 是 就是它是 怎麼說呢 它某些位置 你不會常常用 而某些位置 就會 keep著一直用 就是它的東西不平衡 是 它卡的數碼是差不多 但某些東西 用得太重 對 就是導致它重玩性有點差 但如果你是Star War的粉絲 那我就會玩的時候 可以播放Star War的歌 代入感就更加強 所以如果玩Best Player三人 三人都是粉絲 就可以去到7.5分 是 一定可以 不過也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設計 最後講一下設計 這個設計就是Rebellion的設計 FFG有很出名的設計 叫Konny Koniska 他一離開FFG 他走之前不知是否FFG迫他弄 這遊戲也是嗎 他走之前弄的 他不是弄Arkham Horror 他沒有 Arkham Horror 3不是他弄 是他的徒弟 不可以的徒弟是師妹 他是Arkham Horror 不是Arkham Horror 就是傳球經歷 跟新麗的師妹一起弄 他離開了Arkham Horror的系列 又被交給了師妹 這個設計就弄了很多厲害的遊戲 例如Woon War 還有Manus or Malice 1 然後現在最新的就是Initiative 他是一個很坦能的設計 我不知道是FFG迫他 還是什麼 他就弄了這遊戲 就上升至標準的 但是就 所有東西都很齊 剛剛好 我讚好就是 這類Sandbox遊戲 通常是很搖位的 但是健康桌的 不是很搖位而已 所以他就盡量縮小的Table Size 即Footprint 然後用最少的Content 就比最多的東西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工作比較少一些 是 差了這一下 是 沒有人發現他要做到這個工作的 就是Step by Step 那個就唯有這樣做 是 就是他五個Step 很多東西 都沒有一款遊戲會這樣的 是啊 我沒有玩過 至少我沒有玩過 所以就 這一下也很讚的 對於設計師來說 還有Patrol也挺有趣 對 這個Patrol也挺有趣 這個也是生人有的東西 就是這樣 設計師 又離開了 接下來FFG剛剛公佈了會有延長的 我們期待一下 看看FFG找一個新人 怎樣可以延長這個Gear 我也想不到怎樣延長 所以這些Token有限的 可能到時就有些不出現 我猜的 是啊 或者加Sentire 它跟上線有設計 這個特訊一定要加的 加些線有設計 不同的線有不同的設計 沒有啊 加些沒有啊 不知道啊 不同的設計 有些人說笑 說什麼完成這個圈 哈哈哈 可以啊 但不行的 因為Star Wars真正的地圖 Ultar Rim真的只有半圈 那就不可以成一圈 可能加一個內圈就有機會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看看FFG怎樣做 不知道 你覺得還可以怎樣延長 加卡 還有Centire 就是不同的設計 不同的設計 不同的設計 有些東西會出現 所以這個是改的遊戲 這個遊戲本身沒有Centire 是啊 就是這樣 我建議可以這樣改 不知道 可以重畫性高一點 是啊 真的不知道 我也想像不到怎樣改 什麼都不知道 你都知道資料只有封面 所以就是這樣 好 今天就是這樣 好 那就先到這裡 好 想知道更加多的 除了有資料 還有更多的影片 看回我們的頻道 和我們的專頁 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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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